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雪豹是雪山的王者 一种美丽而鞭威的猫科动物 中国西部的大部分高原山地 是雪豹的主要分布区域 且后变化人为干扰 正威胁着雪豹的家园 敦煌 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 石坤准备从这里乘车 进入齐连山 意外的消息是 这两天山里雪大 路有可能不通 齐连山地处青藏高原的北部边缘 被西部干旱荒漠地带包围 在齐连山北侧的张叶境内 2009年4月 人们发现一只毛色灰白的大猫 全浮在路边 面对着过往的车辆 进退两难 当地的野生动物管理局 及时出手 得到救助的是一只 刚刚成年的雪豹 人们推测 它是从齐连山上爬下来的 雪豹为什么下山 各种猜测没有定论 那么山中的雪豹还有多少 那里还适合它们生活吗 被放归的雪豹消失在林间 一场雪豹调查 也将拉开序幕 石坤的团队由张叶和宿北 分头进入齐连山 石坤要赶往的是齐连山的最西端 甘肃岩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尽管初春的岩池湾 呈现了一片荒漠景象 仍孕育着勃勃生机 锦山被覆盖着 车辆艰难地爬破 这里的春天给人感觉 是寒冷的 石坤赶到了齐连山脉的西端 荡河南山 却意外得知 先期到达的一名助理 已经进山了 据说 这山中不光有雪豹出没 还有别的宝贝 金矿 这个雪豹七地的采矿问题 其实是挺普遍的 延迟 我们这并不多见 比如说我们这个保护区 和当地牧民有这个公关的协议 既然有 也要及时能发现 及时能够的 处理的比较及时 非常好 辛苦了 辛苦了 你们这是 我们刚从非法采矿点过来 然后在那布置了两台红海照相机 王军是石坤的学生 以名经验丰富的研究助理 延迟湾的调查 将由他负责 那个点呢 是最近刚刚被我们 森林公安清理掉的 一个非法采矿点 我们在那个点 放了两台红海照相机 来看一下这个点 对于野生动物的 后续的影响情况怎么样 这边以前有雪暴吗 因为有 以前太阵过 采矿破坏植被 植被少了 草食动物会减少 肉食动物也将无法生存 而对于雪暴的干扰 则更直接 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非法采矿的地方 是设得路障的地方 我们进去 把所有的设备和人员 全都清出去了 干得太漂亮了 因为雪暴 其实是非常胆小的动物 你也别说是 这些大挖掖机在这 就是有一些 捕食动物在的时候 它都会是 一个躲避的一种选择 在保护站 一位司机用手机 拍到的照片 让大伙兴奋起来 它发现你之后 它就开始离开那猫牛尸体了 就开始往山坡上面走 对 刚才是这儿吃的了 租到这儿了 对 那距离就很近 它不想住 吃饭的 肚子吃得饱饱的 对 肚子住不住 果然是肚子吃得滚圆滚圆的 嗯 来 自己看一下 看看 第二天 队伍准备进入调查区域 此次雪豹调查所覆盖的面积 超过400平方千米 山里的天气 说变就变 石困的团队就要从这里 展开网格式调查 根据GPS未典 我们现在已经在第31号 调查山阁的河口位置了 那就这了 对 我们在延迟湾的调查 就从现在开始了 好 天空放晴 在调查区域里 有一户放牧的人家 王军打算先到这里 了解些情况 没想到居然摸到了一条 重要的线索 大爷您好 你好你好 大爷问一下 您的牛和羊 有没有被雪豹吃掉的 有有有 大概是在哪一年 2010年 2010年 看到雪豹是没有 雪豹是没剪 开始这个雪豹做化的重 还有这个 它拔了风以后 上头买了这个 用石头 买它那个窝窝子 剪了 剪了 按着雪豹的足迹和刨痕 按着牧民指点的方向 王军在山脚下 追踪到了雪豹的痕迹 新鲜的刨痕表示 这里是雪豹刚走过的地方 这里是前几天的 估计 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内 破的破 对肯定是一周内 比较新鲜 因为土还比较软 我们来闻一下 有没有尿剂 有没有 这没有尿剂 没有 光有刨痕 对 嘴巴在留下刨痕的时候 是双腿放在前边 然后两条后腿 这样前后摩擦 然后形成了一个小土堆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雪豹的刨痕 雪豹行动的路线 比较固定 它留下刨痕以后 还会再来 王军不摄相机 希望捕捉到这只雪豹 王军开局顺利 而在他的东边 另一支队伍 将会遭遇什么呢 北京林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朱朱 是一名来自法国的留学生 能在中国研究雪豹 是个难得的机会 进山以后 他严格的执行调查计划 不会浪费一点时间 这条件还算是好的了 在这 要是没有这个火炕 我们晚上就不好过了 这样的多弄点吧 晚上暖和一下 在牧民家借宿 对朱朱他们算是一种奢侈 野外调查 没人会在意 猪哪里吃什么 早上好 早上好 是朱朱的搭档 参与调查才几个月 他宣称 已经爱上了帐篷生活 这个地方我们决定 我们感觉雪豹可能存在 而且是非常理想 那我们就会扎帐篷 那个帐篷里面 弥漫着臭脚丫的味 然后我和一个美女在一起 没洗澡 对 可能不太好 我习惯 别的人在想 他们也没洗澡 以他们去可以 我想现在在城市 我们洗澡很多 too much you know 我们用很多的水 齐连山是一座 深进干旱地带的湿道 冰川发育的河流 滋养着山下的河西走廊 对于当下正在打造的绿色丝绸之路 举足群众 雪豹对生存环境非常挑剔 被称作是健康山地生态系统的指示标 雪豹的数量和分布 在一定程度上 能反映齐连山生态环境的优劣 这个面叫什么 面片 你看过雪豹吗 我舍不见过 他来什么 他来很近看看你的羊 吗 雪豹 雪豹 雪豹做什么 雪豹吃药嘛 吃掉了三四十个了 雪豹吃你的羊 他们给你钱 哦 对对对对 国家会帮助你怎么样 老脑子吃得多的话 三个四个日常的话 国家呢就陪着呢 陪着吗 陪着八十七十 一次这个帮助你 对对对 嗯 很好 家畜过多的话 会与炎阳争夺草场 炎阳等自然猎物少了 雪豹不得已 才会袭击家畜 按计划 竹竹今天要完成十六平方千米的调查任务 这里距离那一户牧民不远 他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收获 给我们做这个钩 可以吗 OK OK 然后我们上一点 水不顾米 OK OK 都是钩 都是钩 好的 OK 好的还是 开机 走样线 是雪豹调查的基本方法 需要在沿途尽可能收集有关雪豹的信息 晚上我们发现这个河河和这个青丝的酒银 还有封面的时候的冲准的毛 空气的河谷让竹竹有些担心 这里会有雪豹吗 这个边缘可能是雪老 不是猴笛 猴笛的边缘是很小的 对 在过去 很多人都做了很多错误 很多的人错了 什么他们说 这个边缘是雪豹 这个边缘是蝴笛 然后现在我们当做DNA测试 几号 粪便没有经过DNA认定 猪猪不会轻易下结论 对 你当拳 什么时候你拿扁扁 你当放了石头 哦石头 放个山草 好粗啊 二十二号 二十二号 调查队伍沿冰河向上 突然山上出现了一个移动的身影 看看 看看 看 是什么 哦 不是谁怕 多少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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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阳是雪豹的主要猎物 可惜只见到了一只 山上 山上也许会有发现 也许一无所获 使用红外照相机捕捉雪豹是调查的重要手段之一 通过雪豹身上特有的斑点能够辨识雪豹的个体 所以物摄相机非常重要 通过照片 再结合雪豹的粪便 足迹 刨痕等等痕迹 经过专业计算 可以估算出调查区域内雪豹的种群密度和数量 海涵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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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洪水 海涵洪水 你能看到风雲 你会看看风雲 因为有两个风雲 两个风雲 然后会看看风雲 雪豹的刨痕 说明这里是雪豹经常巡视的地方 也是不摄相机的理想位置 在延迟湾保护区的档河南山 达布希利特站长熟悉这里的每一条沟 常年在山里 他知道有沿洋的地方就会有雪豹 对达站长来说 雪豹已经是老朋友了 每次进宫 看到雪地上留下的雪豹脚印 就像老友在和他打招呼 点心的雪豹脚印 还有这两个这么大 也是雪豹的脚印 这就是从那儿 有冰柱的那地方下来的 那个脚印就是雪豹的脚印 可能冰柱过去那儿动了一下 那以后就到这儿 它就下起了 今天 今天 达站长打算用一种特别的方式 和山中的朋友见面 不过必须找到最理想的会面地点 这就是雪豹的鸟鸟 我能闻得出来 这儿有雪豹的抛横 还有鸟鸟 还有雪豹这个封鸟 说明它就是 这雪豹经常走 这是一个绝佳的位置 达站长布设了两台红外相机 他不想有什么闪失 红外相机 就如同科学家放在七连山中的眼睛 静静地守候着行动隐蔽的雪山王者 夏季 雪豹向更高的区域移动 而有关雪豹食物的调查还在继续 与北京林业大学合作进行这项研究的 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专家 雪豹是食肉动物 可是这里调查的是植物 记录植被的高度 统计样方里植物的种类 其实山地草场的变化与雪豹 是直接相关的 除了盐阳 修斯还观察另一种动物 眼下他和修斯一样 正在躲雨 当预感到危险的时候 汉塔会发出这样的叫声 他喜欢吃带着露水的嫩草 是雪豹在夏季的美食 修斯最关心的 盐阳数量的变化 毕竟他们是雪豹的主要食物 调查队刚从山上下来 就遇到保护区寻山的车 因为这一带已经禁木了 在营地向导阿诚拿出摄像机 这是今天上山的收获 这是今天上山的收获 沿阳频繁的出现 似乎预示着山地植被 正在恢复 雪豹就生活在这里 石坤的团队用三年的时间 在调查区域内布设了近200台红外相机 正在逐步揭示雪豹的秘密 如今 齐连山已经成为中国雪豹 保护和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 齐连山的调查还在进行 而在它北面的内农 一只雪豹正在戈壁大漠中 孤独前景 它从哪里来 又要到哪里去 标查 人将继续 大漠之中 一只雪豹是否深陷绝境 一路追踪 专家做出不一样的判断 继续收看中国雪豹大地查识 迷惑阿瓦山